跟我个手差不多了吧 别的也长 行 带着了 这个海星正在握上 给你们看一下 整整整了一个不小心出来 它太牛了 像这样的海星也得一年多了 才能长这么大可能 这是它的处须 一碰就开始爬了 它这么大的我先带着吧 挺漂亮 关键它的硬性也特别好看 哎 比人画得那完美多了 行 带走了 这是我捡到第二十个 躲在海螺里面的包扰鱼了 出来吧 哎呀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出来这个 天哪 哎呦 哇天哪 它碰这个墨汁怎么这么长 都拉分了都 来吧 别跑 像这样的迷迷包扰鱼回家做个蛋炒饭特别好吃 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牙齿拿出来 这个黑黑的就是它的牙齿了 又属于抠去下来 行 这就不表演了 回家起锅烧油 来 把你的窝也带下了 走了 像这样的就是猫狗出来了 如果说挖筷的话 它直接把舌头给咬住了 这种属于小的了 今年当年的猫狗 哎 这个海龙刚刚可以闹得大事了 看一下个头大笑 就这么点吗 嘿嘿 我还以为特别大呢 光漏了一点头发 剩下的肉都在里面 来 出来吧 像这么点的海龙 那个肉也特别长 看 也得二十多公分了 行吧 大小也吃块肉 回家也可以做个汤啥的 嗯 骗我骗的 这地方就是它沃沙的地方 把头露出来 抓那些小鱼小鞋 行 带着了 好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今天要讲 喜欢干海的帮忙点赞 请留下来吧 那么下期再见咯 拜拜